歡迎收看BRO說看農仔 記得訂閱唷 今天呢 我要做一個 今年為自己的人生有一個規劃的事情 要發生大事囉 真的 女生過了30歲之後 但你也還不想結婚 還不想生小孩 有一件事情可以做 叫做動軟 我們要來動軟了 不是你 是我 農仔要來動軟了 對 大家可能對這件事情有聽過 或朋友有做過 或有任何的問題 剛好今天通通讓大家一次搞清楚 各位男性們 我也會幫你們問很多問題 你要問什麼 等一下你們看了就知道 你已經放在心裡面了 對 動軟這件事情這個叫做 先為生小孩做準備 你就是因為還沒有要生 人生最美妙的時候 最健康的階段 先把這個軟子給它凍下來 先給它存起來 對 就是這個概念 好啦 那我們就去看診囉 要抽血了 還是會有點緊張你知道 要故作鎮定 其實是怕達針啦 多少還是會有點害怕 那我們今天檢測的數值 是一個MHK的軟巢 庫存量的部分 到高到半小時到一小時 時間就出來了 可以來囉 深呼吸喔 你不要在那邊擾亂了 就是逮到你這個機會 深呼吸 嗯哼 哇 好這樣就可以囉 又被壓十分鐘 不然前場都是你在攻擊我 很強耶 拔出來的那一刻是沒感覺的 真的嗎 真的 我每次拔出來你都會有感覺 靠肥 好 那我先講一下 因為這一份啊 這一份合約 它是每一個要來動欄的女生 就是會需要簽的一份合約書 然後這是一年 對 一年八千元 嗯嗯 它重點其實就只是費用 然後療程中的風險 會有什麼風險 對 會有什麼風險 最頻繁遇到的就是 你可能取出來的科數 跟你實際人動的科數不太一樣 那這通常是比較容易發生 在年齡比較大的人 嗯 對 那在我們這邊 是以38歲作為一個分別 對 我剛才也想問 幾歲是緊繃 緊繃的時候 38是比較建議 38以前 比較建議動人 那有沒有地方 比如說幾歲 幾歲嘛 30歲以上 是比較適合的 哦 所以你剛好是那個階段 對 取卵的療程 就是它是全身麻醉 保養出眠的麻醉 靜脈點滴 去做注射 我們取卵的時候 是從陰道放取卵針進來 那取卵針是直接穿過這個陰道壁 嗯 哇 哇 這個就是取卵針 會直接到卵巢 對 做穿飾 然後取卵子 對 取這個 一顆一顆的泡泡 哇 綠泡 哇 你聽我的鼻子 還好驚訝 對啊 很驚訝 這個針很長耶 對 很長很長 卵子 卵巢不是只有一個拳頭大嗎 對 很小 建教課上得很好耶 我有在上課好不好 這個山口是不用縫合的 也不用煮遠 基本上樹後三天 它就會自己慢慢愈合 恥骨那個地方 你會覺得比較悶悶脹 我懂恥骨 是 因為石頭的老婆玉華 有說她恥骨痛 她生小孩的時候恥骨痛 恥骨在哪裡 在 臘腿跟 最羞恥的地方 這邊就叫恥骨 喔 這邊不是叫胯下 胯下也是可以這樣 對 專業術語叫恥骨 那男生有沒有恥骨啊 男生也有 有啊 你們有恥骨啊 只是你們會不會恥骨痛 又是另一件事啊 沒有 我們通常都是 淡痕 我想要問到 我覺得這是重點 好 這個療程 多久之後可以按按 多久嘛 我們會建議 取完卵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月經會來 月經來之後 再 正常房 會比較好 但如果說 月經還沒來就 刑房也是可以 但是必須要做 避孕跟清潔的措施 因為其實主要怕是感染啦 對 因為會有傷口 會有傷口 對 不要那麼急 對 到底是誰 來 我就問你 小三個沒包關了 還是我 是 我有聽過個說法 我想問問他 人家說 女生的卵子有幾顆 早就 早就注定好了 對 出生就注定了 喔 真的嗎 對 我們每一次的月經 掉的是 每個月排出來的卵 有些人會有一個儀式 就是說 我做取卵手術 會不會讓我的卵子提早用完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 我們是跟著月經走啊 所以假設說 我這一次失敗了 對 就要下個月 就要再 對 對 那我下一次再一次 我費用是 乘2的意思嗎 對 費用是乘2 就是以 這整個套組 乘2 這樣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 把身體養好 對 所以真的30歲 有這個想法的人 其實30歲 先做再說 對 但是你剛剛說 我們做動卵 等於四管嬰兒的前置 我突然才 全部湊在一起 四管嬰兒是指 女生的軟脂精取出 對 也要男生的精子 然後 在這裡 實驗室裡面 我們受精 對 對 然後變成一個 胚胎的時候 我們才把它放回子宮裡 那代理孕母咧 喔 代理孕母是一樣的概念 只是 放的子宮是別人的子宮 把你的軟脂取出來之後 變 跟我的精子結合以後 再放到他的子宮裡面去 對 對 對 我這舉例是不是 直接明白 我們剛剛有三個人 但各位觀眾不要誤會 沒有這件事好不好 這邊一個連通道 是連通我們的手術房 對 這邊 喔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 你取完軟之後 胚胎師會馬上 直接 接他的軟脂 胚胎師會邊找軟 然後順便報給醫師說 啊現在找到幾顆 等於很精準啦 取完軟 你還沒醒來的時候 醫生就知道你有幾顆了 對 好赤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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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這個數值的判讀 就是數字越大 表示軟脂量越多 OK 所以一般我們希望這個數值 標準希望能夠再二一項 是不是比較理想 嗯 那不同的年齡 它其實會有不同的一個標準值 是 所以以你的年輕女性來說 大概我們會希望 在2.2以上 所以你今天的數值是很好的狀況 喔 你現在數值是多少 3.05 超過2了 對 所以你的非常健康 是這意思嗎 是 然後再者是說 數字漂亮是好事 而且年齡輕就是更大的優勢 因為你每一個卵子的品質 都會比較好 卵子取出來以後 我們最久的保存期限可以到多久 OK 一般來講 卵子取出 它其實並沒有年限的規定 喔 像一般的我們試管嬰兒的胚胎 在人工生殖法裡面有規定10年 必須要使用或者要銷毀 嗯 但是卵子還屬於個人的生殖細胞 所以它只有一個合約的保障 嗯 如果跨越到10年之後 就重現合約 大概就這樣 所以等於我現在的指數這麼好 我Baby就是這個指數 肢下形成的 對 因為現在月經剛來 所以打完判斬之後 有的人會反應是 欸很快月經就沒有了 算是還蠻常見的情形 不用擔心 可能到了下個禮拜 會慢慢會覺得說 陰道分泌物有增加 嗯 下腹會漲 這都是屬於好的現象 好像短胞開始有長大 倘若說啦 如果這個週期 真的是有做手術 那我們當然你知道看的schedule 就是月經來了之後 往後看兩週 嗯 所以你自己可以先看你的一個工作行程 手術之後大概一個禮拜 新的月經就會來 好 那取完卵之後 如果說你有任何的一些疑惑 會覺得欸 怎麼會有點擔心的話 就跟我們聯絡 大家都沒有碰過這樣的一個療程 一定會有很多想要問的 那就不要說 上網找資料是不是找錯 嗯 就直接跟我們 所以說既然有諮詢師 就好好的跟他們 直接現場來問 今天是日經週期的第四天 對 如果我們這個週期進入療程的話 就是今天會先打 就是長效型的排卵症 今天開始打針之後 我們禮拜五先回來做抽血 當天的抽血數值 我們就會看一個磁激素的濃度 我們的標準大概是2200 嗯 OK 如果達到標準的話 表示說藥物的效果很好 嗯 那我們可能就是後面再追加 三天到四天的排卵症 我想問一下 所以 呃 手術完之後的隔天 有沒有 譬如說 建議不要做 跑跑跳跳 好 總共記得飲食的部分的話 沒有太大的禁忌 多喝水 然後蛋白質可以多攝取 我們今天打的是 伊諾娃長效型排卵症 然後我們是150毫克 那這支蒸劑打回去以後 我們要水分要多攝取 到每天要2000cc以上 那也可以多幫我補充一些 濕濕後的運動物料這樣 喔 今天的年齡怎麼了 有沒有脹出來 漂亮嗎 各位觀眾有看到嗎 按摩有差吧 各位觀眾 欸 有點緊張 每次打針都很緊張 緊張天氣還好 謝謝 喔喔喔喔喔喔 My love You're darling I love you Goodbye 好 妳還好 還好 真是沒感覺的 可是推 很有感覺 對 推推 因為藥水平底比較大的關係 了解 現在打的叫做長效型 喔喔很有感覺 喔有了喔 我的感覺是指脹脹的 他說會脹脹的 以上是我個人的痛覺的部分 不代表每個人 都是這種感覺 藝安女生要做的動軟這件事 我們就要勇敢 好啦 那下一次見 OK 我們現在要做的 抽血的動作 是為了要看我們這個 軟炮發育的樹脂 昨天拍了一個大型的錄影 所以邊聲音邊講 然後所以我要抽4罐 加油喔 好 稍早呢 因為我有先來抽血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來聽那個 指數是嗎 對 這個指數會影響 今天開始之後要打的排卵針進 喔喔 連續打幾天啊 目前是連續打4天 喔 這一支針可以打500 將近500 禮拜一我們除了抽血以外 還會多一個超音波 對 原因是因為我們今天的 持績數沒有達到我們 理想中的2000以上 所以我們希望在藉由超音波 去double check 所以等於在取卵前 會先打排卵針 對 這算是SOP的過程 我們現在還在中間點 還沒到手術檔點 對 我們待會就會打第一針 實際我們會請護理師幫你 幫你打針 為什麼要拍人家抖宅 很過分耶 很過分耶 沒有了解 回去不要揉他 只有入針的時候會覺得緊張而已 因為他太長了 可是他非常細 可以接受的入針感 打的時候 擠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 就是想一切都想太多 OK 自己嚇自己 所以今天的這個程序呢 來到了手術當天 手術的前8小時 但海力叫我12小時前 就不要進食 然後還塞了兩個那個 肛門的藥劑 哎唷 也死你了 填一下這個同意書的部分 我順便來做子宮抹片檢查 女生們 30歲過後 每一年都要去婦產課都有 哇 我真的要進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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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喔 今天就是一個 我要去睡覺了 可以 早安 早安 回對一下出生的月日 好 770828 好看一下可能色手圈的部分 好 770828 今天要做的手術是 取軟 好 那你昨天12點過後 吃東西喝水嗎 我9點就沒有了 好 那身上有像念戒指的 額環筋 沒有 都沒有 隱形眼鏡有嗎 沒有 好 那我們這邊請 好 我請問一下我們手術多久 手術的時間 會看你取軟的科術 等一下原則上 手術時間大概可能 10到15分鐘 很快 看你科術 如果你當然有科術更多的話 那就會再久一些些 不是躺床休息的時間 會比較久一些 好 所以我們就看狀況 那我們就裡面做準備了 好 請 請 拜拜 拜拜 路上小心喔 謝謝 多弄幾顆喔 整個18胞胎 那我請問一下 他這個麻醉大概會多久 你說醒嗎 大概10到15分鐘 因為他是靜脈麻醉 因為他在休息 所以我們幫他 就是 比上裝個氧氣導管 那他就是 其實他已經正常呼吸了 只是他現在可能就是 還沒有醒 沒有意識 對對對 然後 他就在休息 他就在休息 然後 他就在休息 然後 然後 他就在休息 然後 然後 你說什麼 你什麼時候在旁邊 我一直都在你旁邊啊 嗯 我從 你出生到現在 就在你旁邊 哦 已經是回來床部了 對啊 我以為還在手術耶 你沒混啊 結束了 因為我有跟他說 想要你站我旁邊 有 我站你旁邊啊 哦 媽媽 我看起來很虛弱 他說 那個 那個腹部會脹脹的 那你現在有脹脹的嗎 一點點 哦 那除了脹脹的 還有什麼感覺 你愛我嗎 哦 愛死了 愛 愛慘了 我手輸多久耶 不到半個小時 很快 就是大概 就真的只是幾十分鐘 你為什麼要一直 幫我整手弄開 啊 沒有啊 我現在抓著他 你就一直要把我的手 不乾 你到底成何心啊 你到底在想什麼 各位觀眾 這就是東在喝醉酒的差 差不多就是這七八分下 你就 牽著我的手會怎樣 嗯 喝醉酒 我想給你看我的肚子 看有沒有脹脹啊 哦 蛤 肚子喔 有嗎 沒有啊 肚子很好 我現在要不要去拍你的卵子 我可以去拍卵子了 你再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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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 現在這個就是 你出來的卵子呢 就不會在這個畫面上 看到這個地方 哇 好 好 然後就從這個地方 然後就是 他正在做的 他在看這個卵子的健康程度 然後這邊呢 還有一個在檢查 就可能在看說 卵子的狀況 好 那邊也有 然後這邊 邊邊 全部都是 然後他們就是在 一整個實驗室 哇 你就這樣子 大搖大白的走出來 跟剛剛簡直判若兩人 我現在手術完畢了 等一下看診 然後喝一杯溫水 然後現在 診所裡面上個廁所再離開 然後 他有一個很重點中的重點 重點中的重點是不是 來 特寫給你 避免性行為 一個月 因為他怕卵巢過度刺激 所以 如果這 我們各位勇敢的女生們 來做取卵的動作的話 回家的路上 一定要有人陪你們 不能自己回去 我等一下想先吃一個 麥當勞 其實是漢堡 然後回去煮雞湯 好 哇 書好餐耶 他直接幫你準備 等一下看 好好吃喔 好吃齁 因為我在減肥啊 所以這兩天是放風日 齁齁 放風 嘻笑日 準備被嘻笑啊 對 今天起到21克 21喔 哇 欸真的超過18顆耶 我剛剛說18顆耶 我今天是冠軍 喔真的假的 我今天說起來也是比你 哇 在這個年紀21顆是 我拼植之上 喔拼植 欸 所以你就是 比及格還要再高一點 對 欸及格就10顆就好 10顆 10顆是幾顆 我21顆我兩倍 所以這個跟性慾有關係嗎 就是排卵的部分 欸我覺得好像應該會有的耶 喔 真的對不對 它越多 可能荷膜分泌越旺盛嘛 因為它平常表現就是 吸引力特別的 真的喔 跟我要求比較多 所以它有可能有開款 就是有一個吸引器的部分 如果醫生的老婆需要的話 對我可能要跟我太介紹一下 今天回去要多休息 好 因為畢竟暖這麼多 身體一定還是負擔比較大 好 所以水要多喝 然後硬通飲料 那個600cc的 一天一罐把它喝完 大概一個禮拜後就會比較好 好 所以我現在的步驟還不算最後 接下來養身體才是最後的步驟 更重要的是 今天21顆卵 是不是每顆都能用 嗯 要到下午就才知道 了解 所以大概傍晚 你從我們APP上面 你就可以看你卵子存折 每顆珍貴的卵子照片 都會在你的手臂裡面 越進來 危機就解決了 又可以開始做功課 欸那我有個問題就是 做功課 對做功課 醫生講到的重點 我突然想到一個重點 因為有人跟我說 譬如說假設我今天38 或40歲結婚 可是我拿來用 我用了我33歲的卵子 這樣還算高齡產婦 不是 其實一般我們講的高齡產婦 是因為高齡的卵子 對 它產生出異常的胎兒 機會比較高 但是你現在是38歲的身體 但是用 還是33歲的胚胎 那意義是完全不同 就是這個 我問出重點的各位女性朋友們 動卵的意義就在這邊 好 辛苦了 謝謝 感恩 就是要這麼的慵懶 畢竟我是剛做完手術的人 我就是可以這樣很廢 你現在完全看起來不像做完手術的人 太有精神太漂亮了是不是 就是完妝服裝也OK的概念 好的 今天是我 取完卵之後的 第五天 所以熱騰騰的心得 想跟大家說說 因為這個 這件計畫呢 我們其實拉長了 滿久的一段時程 我們拍開頭跟現在拍結尾 中間隔了至少三個月 首先我覺得 要做取卵手術這個計畫呢 你們一定要把時間 完完整整的空下來 所謂空下來是說 當你去諮詢完 你知道你要回診啊 或者是手術啊 你要把時間留給這件事情上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完完全全的配合啦 對 第二 我對動軟這件事情呢 never 從來沒有興趣 但動軟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想到呢 是因為我覺得 我現在事業心很重 嗯 我會想要以工作為主 現在不想生 對 雖然說我有男朋友 也許 不小心 有了 我會生沒錯 可是我就不想現在 那怎麼辦呢 我認為的解決辦法就是動軟 在這過程當中 我覺得第一 諮詢師非常重要 因為 他們非常的有耐心的回答 所有人的問題 手術當天呢 不會有太害怕的感覺 我先講痛感好了 痛感只會有麻醉那一針痛 打完我直接睡 我印象非常深刻 先跟醫生打完招呼 他說好要手術囉 麻醉醫生 睡 醒來 海莉就在我旁邊了 醒來他還罵了一句髒話 我罵什麼 你旁邊 他就是說 那個雞量是慢慢加 所以那整間很久的 你們都是屁 各位由此可見 董仔喝醉酒會罵髒話 我動軟手術當天 結束之後 沒有非常的不舒服 只有很想睡覺 腹部的感覺呢 我的感受是還好 也沒有到非常脹 可是必須要趁護墊 因為他說怕有傷口 還是會低一點 那種傷口的阻止一下 有一點血水之類的 對 所以前幾天都會墊護墊 然後你可以吃補一點的雞湯 喝雞湯啊 多補充蛋白質 要多喝水 不能愛愛 對 然後再來一個重點 因為你動軟之後 接下來的一週左右 或一週內 你的月經就會來了 動軟結束 這個是月經來 等這之間 不能有性行為 接下來呢 你們知道我取了幾顆卵子嗎 當天呢 醫生是跟我說21顆 哇 你是排卵女王欸 所以下次看到帥哥 不是說什麼 眼淚濕了 不是高潮 是排卵 我排卵了 後來App 因為我有截圖了 截錄在旁邊 我完完整整留下來的 有18顆 多弄幾顆喔 生個18胞胎 各位啊 掌聲鼓勵 喔 還是比一般女生多 對 總之整個療程下來了 最大的感觸 就真的是 時間安排要安排好 然後你要做這件事情 就要把你自己 交給 你信任的那間診所 好好的 去配合所有的事情 然後 整個過程感覺 也沒有那麼複雜 對 我覺得這有一部分 是因為他們的服務還不錯 讓你有安心感 對 最後我自己 想要對各位女生們說的就是 我覺得 畢竟科技越來越發達 然後大家思想也越來越開放 雖然說我們很常 把什麼 愛愛講在前面啊 或者是心意很強講出來 但是我覺得 不敢講的人 你可以不用說沒關係 但你要知道自己 有什麼需求 我覺得 對自己好一點 在將來 你才會 更幸福 然後如果跟我相同年齡相仿的女生們呢 提供你們參考 有一個這樣子的選擇 我覺得只要 想清楚了 想好了 跟家人 有告知好了 溝通好了 就去做吧 好啦 那就分享到這囉 影片的最後呢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 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心小鈴鐺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妳再給我燒一點啊 還好吧 燒貨 來我抓一下 你 這不行吧 這裡沒有其他人了啦 又是剩下我跟妳兩個人 有攝影機喔